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在润月 就是在润年 而今年2020 刚好两个都遇到 截至2020年1月3号8时 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44例 2020年一开始 全球就被武汉肺炎肆虐 至今还没落幕 2007年 中国大陆就发生三大灾祸 像是宁波大地震 天歌台风 还有九寨沟大地震等等的 今年不仅是四年一润的润年 还有三年一润的润月 就是紧接着要来的 润四月 以天干地质来算 更是庚子年 在历史上都是多灾多难 庚子加上双润月 双润年 要化煞 传统习俗也有方法 买猪脚给家里的长辈添手 周末母亲节就有不少民众 买猪脚这是化解的方法之一 也可以必吃红色食物 因为熟火容易有灾难 多吃绿色食物 象征大地重生 安稳度过充满变数的一年 三年轻人 各位训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